之前就是在樂壇出身 再入TVB拍戲 完全是你之前沒接觸過的東西 對,我覺得經常做事都是慢… 慢幾拍 因為可能是你訓練到 你聽完別人的說話 然後… 蛤? 這樣做的反應? 但其實我們拍攝影音樂 我們知道不是的 應該是你說最後那一刻 還沒完之前 我已經可以接了,這樣才對 但那時候不是,所以不對 那時候我都覺得全部都是慢半拍的 你沒人性的 自己的媽媽…自己媽媽的錢來騙 還搞得她住在醫院裡 你這個臭小子… 不行,報警把你們拘捕 我當作生小胖 沒報警,沒報警 糟了,我沒用 生小菜比生小菜更好 但你覺得Sikon是不是一個挺好的 磨練演技的機會呢? 這個很肯定跟大家說是 但拍攝的時候是完全不覺得的 做Sikon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你每天都做 每天都練習 其實你反而不會太注意自己 做得好、不好 因為機會還有 直到我拍攝《續世情真》的時候 拍攝《續世情真》的時候 我當時跟譚耀文說的說話 主角說,我愛上了拍戲 因為你喜歡他 你就願意為他付出 付出的時候你就不會願意… 你不會理到收穫是多少 你會自己刻意去想一個角色是困難的 相反而言,你身邊有個朋友是這樣的時間 其實你只看著那人來做 戶花藝情裡的細喬先生的角色是哪一個 那個角色是曾志偉 如果我不說,也不會有人知道 情緣開玩笑的對象就是劉爾達 上來腸乾就很容易而已 什麼都不好吃 做人有什麼趣味就行 你就算不安逸了 天天就是酒池玉琳,做身體檢查 順便找醫生,檢查一條腸 檢查腸?即是直腸檢查? 即是通鬼?怎麼可以的? 很不老底的 老闆哥,我會被通過懷疑的 不是司機嗎? 試驗失敗了 那那部機呢? 扇手掉到市坑 阿B 我馬上去找通貝佬? 最佳藍培閣,蔣志光 二十年前,我站在這個台上 我獲獎 不過這是一個歌曲的獎 二十年前,我真的是一個歌手 二十年後,我去飾演一個歌手 我是專業演員 好… 我們收到市民報案 懷疑你老走了一個女童 我拐了一個女童做什麼? 會不會是人們亂報案,浪費警力? 浩浩,他在哪裡? 這些事是不來的 查案需要時間的嘛 我燜了牛腩 很香的 不如吃著等吧 我們很久沒有一起吃飯了 好 小心 我 你 有嗎 我 有嗎 你 有嗎 是